縣府成立聯合審查中心 受理民眾八大申請案件 縮短申辦時程 以提升行政效率 並促使行政透明化 縣政府為了要提高 處理公務的俗效 我們成立了聯審中心 大概有八大項 可以來申請聯審中心來幫忙 最主要是要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 讓我們的申請案件 不要一個案件一偷 就拖了半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不容許耽誤太久 所以我們在聯審中心成立之後 一些人民的申請案件 像使用執照的申請 還有用地的變更 經過聯審中心 我們至少可以加快速度 在15天裡面就可以把它審查完成 議員曾正言表示 聯審中心的運作 將由各主辦單位擔任單一窗口 檢視資料是否齊全 減少日後補政治困擾 使行政更有效率 單一窗口 就是每一個庭處 所有的庭處都是在集中 在在縣政府的中堂 在一樓 以後辦事情不會說 耽誤到民眾的這個申請率 比如說你在這個公務處的你的申請案件 不會一拖再拖拖的將近半年不會 現在就是有個庭處都是在一樓中堂這邊 大家共同彙整 那如果欠什麼資料馬上跟你講 還是需要再補什麼文件 馬上跟你講 這樣的話就是可以說有一個效率出來 議員陳漢利期盼 聯省中心的成立能確實使行政更有效率 人民更便利 那我也希望說 既然我們林明珍縣長有心 要來成立這個聯省中心的話 我們希望說 這樣子比較的流程 是否有比以前更有效率 是否可以讓民眾感到更加的便民 那當然這是一番好意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 實際達到這個提高效率 縮短時間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希望說 我們縣政府呢 因為既然已經成立了 就要好好去比較 然後讓我們現在我們變成一個便民的地方 聯合審查中心的成立 將對人民申請案件有新的方式 期盼實施後能實質提高辦理效能 扭轉人民對行政效率之負面觀感 民意新聞林家會南投採訪報導